陶基滑行道均烈喷泥浆 国耻啊 机场应该是门面 怎么会搞成这样的 没错 国家的门面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还可能造成飞扬危机 有读者向苹果投诉 陶渊国际机场北侧这条滑行道 每逢大雨就均烈并冒出泥浆 昨天滑行道就再度被泥浆淹没 读者表示 这种裂缝中的泥沙 跑出滑行道路面的状况 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起 飞机若在泥浆中滑行 引擎长期吸入泥沙 恐怕会影响飞压和设备效能 危急飞压 去年10月29号 长荣一架飞机从陶渊机场起飞时 就遭军列跑道的国游碎石打中 导致机尾受损 维修人员透露 就曾有飞机因沙石卡在设备里 导致巡航异常 若引擎吸入石块 打坏叶片 这样非常危险 旅客昨天看到照片后 也痛批根本是国耻 因为煮跑道都坑坑坑坑坑的 还想要滑行到煮跑道 应该要马上改善 因为国外的没有讲解 国外的跑道都是蛮平滑的 前面两年的时间 因为刚跑道期间 已经接下来出力了 我们没有办法关掉那条 是备用跑道 但是现在刚好 军列已经结束了 我们已经动员了 马上要警察 就彻底的翻小脚 主管机关民航局则说 发现到有泥浆 只会让寄生较脏 对设备及备案 不会有立即性危害 动新闻 民航局还真敢讲啊 报道 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